当金星编织的谎言被拆穿 女人害怕她会失去一切 主动提出分手 但丈夫却只字不提 微笑安慰 只是在女人出门时 偷偷拿出曾经恋人的照片怀念 这样的婚姻能够稳定生存吗 长按点赞 听秦峰讲故事 品味人生百态 这个男人是李然 和杜小斌结婚后 两人就搬到了北京 不仅居住环境舒适 还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买来婴儿床 她的所有一切行动 杜小斌看在眼里 暖在心头 尽管她曾经也怀疑过 李然选择她 只是因为孩子和责任 为了试探李然 她不止一次地赶走她 并且告诉她 两人结婚前她并没有怀孕 那次只是医院的误诊 她不用为她负责 她原以为坦白后 李然会怒目原睁 骂她卑鄙无耻 骂她不择手段 可是李然没有 她只是笑着安慰杜小斌 别多想 她想娶她 与孩子无关 久而久之 杜小斌终于心安理得 踏实下来 然而这天 一个人的到来 再次让杜小斌如坐针毡 这个人是她的母亲 杜小斌曾经告诉李然 她的生母在西藏 她的养母多病 她从小就照顾养母 所以熟练家务 她的生母还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 陈智子 所以当这个中等身高 微胖 面色幽黑的朴实女人 敲开门时 李然的反应非常可爱 请问这是杜小斌的家吧 是啊 请问你是 你是李然吧 谁啊 你认识我啊 妈 小斌 快让娘看看 他就是陈智子吧 陈智子是谁啊 妈 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故意坐 快快 丈母娘第一次上门 还被认错了 气氛一时间尴尬起来 好在杜小斌的母亲 并不是矫情的人 她这趟来 只是看望怀孕的杜小斌 顺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 交给他们 可是母亲来了 她和李然相谈甚缓 杜小斌脸上 却看不出一丝高兴 因为母亲一现身 就推翻了她 精心编织的谎言 她想 等待她已久的审判 终于来了 李然一定会因为 欺骗而离开她 可是李然没有 她只是问 陈智子是谁啊 是我的一个邻居 你会走吗 还问什么 我让我让我妈走 就是不想让她看见 我最后一个人的样子 好了 来 坐下 我想把烟戒 为什么 你和孩子都怕烟熏 我不能光想着我自己 你什么意思 我是不会走的 你不怪我 我怪你什么 怪你爱我 这句话一出口 杜小斌言敌 依然泛起泪花 李然的大度和宽容 让她无比安心 不久后 平静的生活再生波澜 这天 李然的手机响个不停 杜小斌偷偷地瞟了一眼 看到来电显示是宗鱼 顿时心里一紧 因为宗鱼的出现 一定伴随着 另一个人的消息 李然的旧情人 周蒙 宗鱼是李然多年的好友 两人无话不谈 后来 李然抛弃周蒙 娶了杜小斌 这件事引起了 宗鱼强烈的谴责 此后两人便不再联系 以两人微妙的关系来看 宗鱼再联系李然 一定和周蒙有关 想到这一层 杜小斌挂了电话 他冒充李然 偷偷给宗鱼发短信 约他在一家餐厅见面 做完这一切后 他删掉所有记录 让宗鱼这通电话 变得来无影去无踪 因为他要亲自去见宗鱼 这个微胖的男人 就是宗鱼 怀孕的杜小斌 缓缓朝他走来 一看见杜小斌 宗鱼急忙回头找李然 你不用等了 李然不会来的 约宗老师的人是我 事实上 李然还不知道 你在北京 对于杜小斌的小把戏 宗鱼无话可说 他拿起手机 再打给李然 想了几声无人接听后 宗鱼明白了 杜小斌有手段 单刀附会 而不让李然知道 就有手段 让李然接不到他的电话 想到这里 宗鱼转身要走 却被杜小斌叫出 我要知道 你为什么找李然 可以吗 不可以 我知道你讨厌我 可我现在跟李然 是合法的夫妻 就算你今天不告诉我 我终究还是会知道的 不是吗 听到杜小斌这么说 终于终于妥协 他把周富去世 周蒙走失 等一系列事件 告诉了杜小斌 身为女人 杜小斌同情周蒙 但身为情敌 他又觉得 这一切再好不过 可转念一想 周蒙出事 李然绝不可能 袖手旁观 他恳求宗鱼 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李然 宗鱼当然没有同意 突然 杜小斌的肚子 剧烈疼痛起来 宗鱼见识不好 急忙回身去扶他 宗老师 我求你了 你千万不要去找李然 咱先不说这个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李然想要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李然为此付出的代价 和牺牲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找他 就把他的一切 全都毁了 你跟李然是最好的朋友 对吗 你救不了周蒙 你也不能把李然给毁了呀 急剧化间 杜小斌自私的嘴脸 暴露无遗 终于觉得不可理喻 坚决要走 看到他坚决的背影 杜小斌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我是真的爱你呀 为什么就没有人能看得见呢 好 我答应你 看着杜小斌恳切的眼神 念及他的孕妇身份 宗宇终究是心软了 然而这一切 并没有躲过李然的火眼金睛 他出门后发现手机没带 急忙回去去拿 这一拿便看到了 宗宇后来打的那通电话 回拨电话后 宗宇告诉他 自己是来北京出差的 已经准备坐车回家了 李然却不一 非要见他一面 见面后 两人仿佛有默契似的 一个闭口不谈 一个主动要问 萌萌是不是出事了 我怎么知道 我来北京出趟差 马上就要回去了 我问你萌萌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咱俩是最好的朋友 你卖我干什么呀 我要不把你当个好朋友 我就不来北京了 终于终究还是 把一切都告诉了李然 听完整个故事 李然决心道 我一定要找到萌萌 我一定要找到他 如果有他的消息 一定要告诉我 可是这件事 李然只能瞒着 杜小斌偷偷进行 杜小斌没有发觉异常后 提出了下一部计划 发表摄影集 他在网上 结识了一个读者 自称是出版商 对他的小说 还有李然的摄影集 很有兴趣 杜小斌认为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不容错过 李然对此兴致不高 全权交给杜小斌负责 这天 杜小斌整理好照片 抱着大大小小的影集 来到出版社 当推开办公室门的那一刹 杜小斌愣住了 办公桌后面那个男人 是他目前不愿提及的噩梦 提起他 就要回到李然和杜小斌相识之处 那时 杜小斌身为师祖女学生 被迫退学 终于帮了他一把 给他保留学籍继续学习 可他却毫不领亲 不愿回学校 终于拭尽浑身解数 实在搞不定他 便请李然来说服他 李然出面后是说服了他 同时也被他盯上 讲到这里 男人的身份已经非常明显 就是他曾经为了挣钱 服务过的对象 见到杜小斌 男人眼里流出猥琐的光 不仅给的条件优厚 还对杜小斌的所有要求 一路绿灯 杜小斌心里明白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同时他又很想实现梦想 出书和摄影机 杜小斌会和他合作吗 李然知道后会如何反应呢 点赞转发评论都冲着我来吧 关注秦峰 收获更多精彩